哈喽大家好,这里是SharicTV,我是Marco,欢迎来到Marco说球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王储 中国足坛有许多商众扭的事件 许多年薪有潜力的球员总是给人一种昙花一现的感觉 如果说他们是在中国轻讯体制下所成长 那么他们无法达到球迷所期望的期望值 那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因为中国职业轻讯体系并不完善 靠球员自身的发展太难了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梅斯双少之一的王储 他与同年龄不同 在十几岁时就被梅斯球探带到了法国 当时的主角类认为他与皮亚尼奇是对内中技术最好的两个嗜好 所以将他们两个人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当摄友 只有15岁的王储带领梅斯U15 获得欧洲U15俱乐部青年杯锦标赛的亚军 并且荣英MVP 当时王储的能力不能说在欧洲是顶尖水平 但在亚洲绝对是顶尖水平 比王储小一岁的孙兴明那时已经效力了汉堡青年队 根据欧洲球探体系 王储当时的能力和潜力要强于那时的孙兴明 王储高光的表现受到了许多欧洲球探的关注 那时梅斯的主流人说过 王储哪怕去不了欧洲豪门 但去一个法甲上游球队当个主力应该问题不大 可是事与愿违 因为为了参加全运会的比赛 他不得不缺席梅斯青年队的比赛和训练 最糟糕的是在代表四川队参加全运会时 他铲完球后对方故意踩他的脚 导致他的外侧夫人带撕裂 一休就是休半年 这次伤病直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那时他还是处于职业生涯成长的黄金期 结果他没有生物到梅斯一线队 之后他就转战欧洲各种小球会 表现是还可以 但他并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水平 直到今年他代表四川优逼选 征战中奖 同样的起点 不同样的发展轨迹 皮亚尼西升入梅斯一线队后 由于发挥特别出色 被里昂买入 在2011年他加入到一家球队罗马 在罗马的五年的沉淀和发展 在2016年 他与3200万欧元加盟老妇人尤文图斯 今年巴萨花了6000万欧元 将其带到洛坎普 巴萨将其买入 是为了缓解中场无人可用的尴尬处境 巴萨阵容中的德荣等年轻球员过于年轻 经验方面有些欠缺 不思客词的年龄渐渐变大 能否高出群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 皮亚尼西的到来 他的进攻组织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极大的缓解梅西的压力 上个赛季 巴萨球迷们都看到了 梅西又要进攻 又要组织 又要当后腰来中场拦截 皮亚尼西的到来可以缓解梅西这方面的压力 让梅西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进球破门当中 今年只有30岁的皮亚尼西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在高强度的比赛中 如果没有重大伤病的影响 他高出群聚应该是没问题 一个加盟巴萨 一个只能尾身中甲 这是中国足球所需要反思的 中国足球人才在发展中除了自身的问题 总是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OK 这里是CeroTV 我是Marco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 就像你读到的见解 我们下期再见